夏日除了到山上避暑 或者在家里头吹冷气 来一根冰棒也是不错的消暑方式 在台南有一家40年的冰棒老店 卖的冰棒都是用真材实料下去熬煮的 而且完全不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跟香料 所以历经了全台湾几次的食品安全风暴 这老店是丝毫不受影响 生意依旧是抢抢棍 第二代老板娘就带领着第三代 全家攜手同心来打拼 光是一个夏天居然可以卖超过20万支冰 他们说这真材实料的用心诚意 是大量生产无法完全做到的 因此面对大品牌的挑战 这老店可是一点都不担心 热浪一波波喜酒而来 不由路变成了原肉煎台 南台湾的夏天 中暑发烧 最痛快的旧熟就是吃上一根超苦清凉 边站一下 叫烦躁退散 散了 爽 爽 好吃 好了啦 安平运河边 划船队的猛男辣妹情绪洋溢 乒乓乓下肚立刻变身酷哥酷妹 就算有九个太阳也没在怕 让酷哥酷妹笑开怀的就是老台男人最爱的手工冰棒 在府城一卖四十年卖的其实是真材实料四个字 像是最基本的红豆牛奶冰 老板娘坚持用的是坪中的万丹红豆 外销日本的红豆品质全台第一 价钱自然不太便宜 甜度其实还好啦 只是红豆的话你品质好 它的它比较有香气 煮起来的时候你吃的会比较有香气 比较有红豆香 大锅红豆煮到大滚沸腾要接近一小时 第三代老板娘二嫂杨智慧 把握时间另起炉灶 无法盼焙的龙远干不惜成本 六大包全自下锅 要煮桂圆糯米丁 把桂圆的味道完全熬出来 其实熬到最后 事实上那个桂圆是只有口感没有味道的 对 精华都在汤里面 而另一锅圆糯米也赶紧下锅 要变成柔稠糯米粥 圆的它比较有口感 它跟长的不一样 长的会整条散掉 像稀饭一样 比较没有那种 你会觉得没有吃到米的感觉 要一直去拌它 对 就拌它 不然它等一下会 有时候会让它吊在锅 三个炉子同时火力全开 才开工半小时 厨房温度已经比室外还要高 四五十度有吧 反正每次工作 大家都是满身大汗 结婚后开始坐冰二十年 杨志会说 以前只觉得吃冰很凉 坐了这一行才知道 坐冰一点也不凉 同样在水深火热的是大扫泄秋燕 在厨房里衣服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 结婚后才知道原来坐冰的厨房 跟餐厅的后厂一样辛苦 我刚要结婚的时候 我朋友跟我讲说 为什么你要加那加做冰的 那个很累呢 我想说应该不会吧 结果加进来以后才知道 哇 非常非常累 我每天都好累哦 糯米煮一个小时后和桂圆一起 泥中有你有我 还得再煮三个小时熬成膏状 整个都很饱满很漂亮哦 而红豆要煮到完全熟烂 才可以加糖继续甜蜜蜜 你要去压它 就是有满的 你才有当蜜糖这样啊 你如果没有满的 你蜜糖豆子会硬的 它就不熟了 一个蜜糖它还是不会熟的 煮到现在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嘛 已经两个多小时煮这样子啊 等一下蜜糖的话 差不多还要再一个钟头就用 坚持依照阿公第一代的古老做法 每一种口味都要用 看得见的食材来制作 一煮就是三个小时 不偷工不减料 要自己敢吃才能卖给别人 才能历经多次食品风暴考验 招牌依旧闪亮 像是芋头牛奶冰 用大假芋头削皮切块 倒煮成芋泥 全部不假他人之手 是大厂大品牌 用芋泥粉偷不来的天然味 它一定会有最突出的香味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如果你细心去比较的话 它的香气跟纯芋头的香气 还有色泽一定会有差别 你会看到外面有一些芋头 它是直直的 直的就是还蛮漂亮的 但是你真正的芋头煮起来 它没那么直啊 使尽全身力气 搅拌跟火山熔岩一样粘稠的芋泥 在厨房好中严重煎的 是第三代长男老板蔡正南 除了原料要占还要求新鲜度 冰棒要等到货全都卖完了 才做下一批 所以即便是夏天超级旺季 平均两到三天才做同一种口味 负责冰棒生产 蔡正南还要做产品开发 父亲过世后 他接手时 只有七八种口味 到现在多达三十多种 他说要在大厂的夹底下生存 好的品质和多种选择 是土味的关键 各种原料加糖煮到滚瓜烂熟后 就可以和牛奶一起水乳交融 装进冰棒模子 放到零下三十二度的卤水池里 急速冷冻 15分钟后 就是经过众多台南嘴认证的 夏天最苦第一棒 他们家的冰棒我从小吃到 吃到现在大概三十年了 然后口感都没有变过 就是一种很怀念的滋味 他们的红包也很好吃 反正每一道都好吃 他的东西 没有了 真的我不是在熬肉 是熟悉的事情 负责看店的是第二代老板娘 蔡玛丽 做冰四斩泥 自称台南老兵 冰棒的冰 开心赚新台币没有退伍的一天 欧盟做到北门了 现在都北门了 就做丁尖人家有纸人买菜 不然你如果正是陷外 跟人家经典没那么多 人家现在外面大牌煮很多 大牌煮好像 大牌煮在公告你就对人买对了 我们就是做实材 我才可以做这么久了 不然我们早就毙去费 四号自家冰棒品质 冰棒界的老兵对接棒第三代的新兵 非常满意 他说两个儿子和媳妇分工合作 齐心努力 让家庭手工式的产业 能够和大品牌分一杯羹 真材实料的手工冰棒 光靠台南人的口碑宣传 短短的四个月夏天 就可以卖出25万只 还吸引其他通路跑来要求加盟 但负责行销的二哥不贪心 坚持专心做好一件事情才是成功网道 我都记得 因为这不是说只靠机来有很多人做的 很多是要靠台湾 所以我们也要带自己的台湾去做 原料只有天然食材 牛奶 白糖和时间 菜家的手工冰没有太大学问 但做起来不容易 把事情做到极致 没有捷径 成功只有一条路 可以的话就是做到最好 那就是经典 好吃